欢迎收听赵紫阳回忆录 改革历程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第二节 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 1981年全国进一步调整经济问题 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 已经进行了调整 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 小平同志立主陈云主持 那时我尚未来今 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 于秋李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 这次调整于秋李 康世恩 他们很不以为然 比较反对 后来把于秋李调离纪委 由姚依林接体与此有关 在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以后 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 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 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 本来在1980年五六月间 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 也就是说1980年到1985年间 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到六 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 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 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翻 但在纪委具体研究1981年度的计划时 发现1979年1980年 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 1981年仍然有很高的赤字 同时这两年的物价已经在上涨 群众反映不少 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 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 信贷平衡 他提得很尖锐 说宁可不要速度 也要做到财政平衡 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 引起通货膨胀 李先念甚至提出 不仅要财政平衡 而且要有结余 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 按照他们的意见 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 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 进行进一步调整 也就是说要大大的压缩基建规模 和大中型建设项目 降低发展速度 纪委根据这个精神 拟定了调整后的经济计划 提交1980年11月28日的 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经小平 陈云 李先念同意后 于12月26日 召开了有关各省市负责人 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向全国做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 市场也比较繁荣 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 群众生活有了提高 形势很不错 各地的同志认为 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 因为有些项目 已经和国外签订了合同 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 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 如果压缩就要封存 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 认为中国形势不妙 但也有赞扬的 我看到的材料 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 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 李先念提出的 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 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 但实际上 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 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 设备被封存起来 他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他在会议上 同陈云 李先念的意见 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 直到这个时候 据我看 邓小平仍然把陈云 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 他认为 在经济问题上 陈云看得比较深 比他要高明 几十年已经证明了的 邓也说过这样的话 即使他不以为然 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药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 据我观察 他是不大赞成的 但也不便于反对 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 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 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 1982年春天 药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 1981年经济调整 搞了一个小马安行 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 他当然很不高兴 我当时虽然担任 中央财政财经小组组长 但是因为刚到中央不久 对全国的经济情况不太熟悉 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 所以虽然他的意见 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 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从结果来看 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 效果也是好的 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的这阶段 多年以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 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 我们在城市的建设 农业 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债 要把经济大提理顺 就必须还账 必须补课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 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 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活力 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就不能不对 多年来存在的严重的剪刀差问题 加以调整和解决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 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就定下来的 当时我还在四川 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 我也参与了意见 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 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能取消 但要减少对农户产品的统购派购 尤其是重点产粮区 商品粮区 多年以来 派购征购压得很重 农民喘不过气来 要实行计划外的加价收购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这两条非常重要 十一叶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农业的复苏 从1979年 1980 1981 82 83 84年 连续几年农业丰收 农村欣欣向荣 首先 当然是解决了农民 耕者有齐田的问题 农民有了土地 实行了包产刀户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多年来 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 改变了 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 但是我要说 农村那几年 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 谁也没有想到 多年来 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几年间就转过来了 过去粮食那么紧张 到了1984年 竟然发生了 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 国家收购的粮食 压在仓库里很多 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除了包产捣户 另外两条关系极大 一条是提高了农产品价格 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 感觉到减少了剪刀叉 农民种地有利可图了 另一条就是减少了 捅购派购的数量 不从农民嘴里夺粮 过去多少年来 农民吃不饱肚子 每年粮食一收下来 就要浇公粮 鱼粮 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 当然 我们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的政策 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 陈云同志原来说 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 实际上进口粮食 解决了城市的粮食供应 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 那个时候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 我记不清楚了 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 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 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 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的粮食 以较高的价格出售 使之有利可图 这样三条一配套 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 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 却不能马上提高 因为那个时候居民的购买力有限 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 这就增加了财政上 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 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 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 另外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 不能不增加城市的住宅建设面积 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 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 这些都需要开支 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 没有那几年的还账 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 缓不过劲了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 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 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 这就出现了赤字 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是正常的 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直到1984年 我才提出今后要逐年提高财政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当时的情况下 要减少财政赤字 只能够暂时的压缩经济建设规模 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 别无他途 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 发现这些问题后 提出调整是必要的 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 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 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 粉碎了四人帮 开了三中全会 大家欢欣鼓舞 于是就搞大干快上 那就很容易 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或者又回过头来 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 从整个形势来看 虽然经过1979、1980的调整 1981年再缓冲 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 1981年的调整结果 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 不仅农业继续丰收 市场积聚繁荣 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 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 特别要指出的是 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 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 第一季度比较低 第二季度就好一些 第三季度就高一些 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 这说明调整很好 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 就是压缩基建规模 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骨加工的同时 大力发展轻仿日用消费品工业 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 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 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 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 市场继续繁荣 城市人民生活水平 不但没有下降 而且继续提高 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 就业的范围也宽了 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 不是没有缺点 除了纪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 常常采用一刀切剔平头的做法 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 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 也很难不一刀切 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 当时还是那种旧体质 不这样做也不行 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 实在不该压的项目 我叫纪委留下了一部分机动费用 已被十一补缺 在普遍压了指标后 再回过头来看 那些压了实在可惜 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力的 再恢复一点 当然数量不能多 不能大 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样做虽然好些 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事后来看 这次调整搞得很了一些 如果能够注意一下 适度会更好一些 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 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的某些设备 的确是国内所急需的 安装起来周期不长 很快就能发挥效益 这些就应该照顾 因为设备已经进来了 已经付了款 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 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 如果能安装就安装 这是核算的 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 化肥 石油化工设备 还有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 都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 又马上上马了 但是不仅时间拖长 花费也增加不少 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大部分采取缓件 封存的办法 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的资金 因为要压缩赤字 搞财政平衡 看来是机械了一点 比如说 即使搞的结果 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 还有部分赤字 而这些赤字 用在核算的项目上 一两年就可以收回来了 也是可以的 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 如果多借一点外资 也是可以解决的 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 顾虑比较多 他根据1961年和1962年 经济调整的经验 怕摊子扑得太大 多了 就坚决地压缩 我们当时有些事情 也看不清楚 缺少经验 欢迎继续收听第三节 开始对外开放